今天是老师刀帝我们做踏步翻身 第一步来做我们脚底下的踏步连钻的练习 来我们双手插腰 脚形成我们的踏步 同时做下蹲 形成我们的踏步蹲 脚后跟和脚尖在我们的一条横线上进行 第一步我们做左腿的开胯练习 我们在做开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不止只有腿打开和我们的胯部打开 第二步我们来做我们的右脚脚掌 向后关的面型 第一步的时候我们是面朝正后方 双腿能在一条横线上进行的 第三步左脚的脚尖主动打开 同时右脚的脚后跟一定要做推 这个时候我们的重心会推移到我们的前脚上来 第四步做我们的关胯 关胯的时候一定要把胯部回正 回到我们的踏步蹲 那么第二步找到我们手臂的立缘和身体前提的四处足脚 双手打开在身体的左右两个 身体向前傾倒我们45度 面部朝向正向方 经过立缘到我们立缘的第二个点 左手指尖右手指尖 再经过立缘继续旋转 面部朝向正上方 身体向下躺中央哦 继续经过立缘到我们的第三个点 回到我们的右手指上左手指下 再回到我们正前方的第一个点 接下来是我们第一步加上第二步手腿的面形哦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做踏步翻身的头了 我们头其实是由我们的流头甩头 那我们具体要怎么做我们的流头甩头呢 我们配合上手脚同样的来丁哦 在我们第一步的时候流头 好 在我们第二步的时候也是流头 在我们第三步的时候把头快速转向我们的左手 第四步继续甩看回 回正 以上几步都学会了 这是我们最后的两步练习了 二分之一和完整版的一圈练习咯 喜欢的点赞关注 就是我们最后的采取